随着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2号晚抵台 8月1号及2号中共高层集体隐身 引发北戴河会议是否正在进行中的猜测 目前是中共传统意义上 内斗性质强烈的北戴河会议时间 过完每年进入8月 中共高层都会从公开场合消失 被认为是北戴河会议开始 据大学员报道 8月2号晚查询中共七位常委的公开活动报道 发现均停留在7月31号的国防部八一招待会 也就是说8月1号和2号中共高层集体隐身 熟知中共正情的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 8月1号对大学员表示 现在很可能北戴河会议就在开了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8月2号对大学员表示 佩洛西访台中共如此强硬 也和北戴河会议有一定关系 如果习放软 那么就可能会遭到党内的攻击 在人事上不得不让步 随着佩洛西访台故事的发展 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也会随之而动 破局可能存在与否 也要看美国军方与中共军方的反应 不过尽管中共高层集体隐身 但北戴河会议是否在开 以及中共高层隔天是否会露面 仍有待继续观察 《新岛日报》8月1号刊文称 2017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在9月25号提出新人事方案 4天之后方案获得通过 同年10月18号19大正式开幕 文章分析 如果二十大也在10月中召开 相信9月底将拍板高层人事 新唐人记者韩非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